主持人好 各位老师好 薄贤 你跟她什么关系 我跟倩倩是男女朋友关系 男女朋友关系 那你刚才干嘛 不牵着她的手过来 啥意思你们俩 你知道今天来干嘛吗 我今天来 其实 我是不想让小宇 还有倩倩 因为我 都是因为我 我其实就想问一句 你到底是喜欢我 还是喜欢小宇 当一个女生 笑着问自己的男友说 你喜欢我还是别人的时候 这个笑容里面 有多大的干涩 你笑得挺可怜的 笑得挺可怜的 笑得挺可怜的 我 我虽然平时比较没心没肺的 但是 我喜欢一个人也是在很认真 很用心地在喜欢一个人 所以 我就想知道 我和我的朋友 你 你 让我看楼 你们 让你 都想要 我 我知道 你 就 如果 能不能 我们 放松 你 我 你 你 我是先跟小宇认识的 然后每次我约 小宇一起出来吃饭 小宇都带着倩倩 有一次吃饭 我们刚点完菜 小宇就说她有事先走了 其实我挺生气的那次 因为我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我也喜欢她 她干嘛要这么做 那天晚上我就问倩倩 她是不是喜欢我 然后她说她喜欢我 我说那咱们俩就在一块吧 不然你怎么问得出口呢 你又不喜欢人家 干嘛问别人喜欢自己干什么呢 我确实是想知道一下 如果我跟你好 小宇她会不会做什么表现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我觉得拿一个女生的感情 这样去戏弄 实在太过分了 关键还是她的好朋友嘛 对啊 而且你拿一个女孩当备胎 已经够可恨了 更可恨的是拿着女孩当试纸 我觉得年轻人就这样游戏感情吗 你不觉得这样很自私很残酷吗 其实她不仅仅是试纸 因为她也说了 她也很好 她想享受其人之福啊 所以我要说天下的父母 真要好好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 把自己的孩子教育 有情有义做人要负点责任 知道什么是礼仪廉耻 话说得虽然重 但用在你身上一点都不重 今天要是不把这事给说重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做的这个事 到底有多难看 我相信她也许也不是有意的 只是我当时我太主动了 她可能不知道怎么去 我理解你这样说话 因为你还爱着她 但你也要分清是非嘛 接下来你自个儿跟她说 好吗 来来来来 你站在这儿来 你站在这儿来 你站在那儿去 你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 接下来是薄贤的告白之间 倩倩对不起 其实我不是有心要骗你的 其实我一开始就挺喜欢小语的 我也觉得她是喜欢我的 但是我真的不明白 她怎么能帮助你一起追我呢 所以我当时也挺生气的 也是堵着点气 就跟你在一块了 对不起倩倩伤害到你了 我不是诚心的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倩倩 我们分手吧 我 我今天来这里 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我之前也猜到了 所以 我要到了一个答案 我很满足 我们分手吧 最后分别的拥抱 我是有主你 是有主我 是我 就是有主我 是有主我 是有主空的 最后那一小时 就是有主我 我就会不会